不是不讲道 而是今天我想做一些教导的工作 我想今天来做教导的工作 如果大家记得上个礼拜我开始讲关于危险的祷告 上个期新闻就开始讲到危险的祷告 就是因为我们当中有人问我 牧师究竟我怎样为人祈祷呢 因为在座当中有人问我说 我究竟今天是怎么样帮人祷告呢 上个礼拜就跟大家来讲到关于监察我 那上个礼拜讲到就监察我 愿意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 因为在我们祷告当中 希望神来监察我们每一位 在这个星期我都跟神祷告 叫神来监察我的心 也都在当中因为这样得着很大的力量 因为这个原因故我得到很大的力量 我们来盼望在座当中 每一位都能够做一个祷告的战争 我想问我们当中我谁没有拿到这张纸 还有谁没有拿到这张纸 好 我们有人来派给你了 不需要担心 有人派给你 OK 如果你没有带笔的话 会有笔给你 我们还有笔可以借你用 在我正式讲到之前 在我正式讲到之前 我都想将时间先交给Cat 来分享一个见证 我想长时间交给Catherine 分享一个见证给你 好 我现在将时间交给Cat 好 你要帮我翻译 感谢主耶稣 在四个月前 我爸爸妈妈通知我 说我爸爸要到急诊室 我爸爸妈妈通知我 就是我爸爸得到一个急诊室 急诊室 就是他小便的时候 没有办法小便 他必须要给他通尿 所以那个时候 他急诊出来了以后 男性的维护线 差不多2是正常的 PSA PSA 荷尔蒙的数字 他应该是差不多2 是2 但是如果到6的话 就算高的 如果去到6的话 就很高的了 那我爸爸是13 我爸爸去了13 那个时候 我对男性的护士线 完全都没有了解 其实之前我对这些事 一点都不了解 就是经过一些 等一下告诉我的时候 他们说 如果到了13 就是一定是有瘤 或者是Cancer 如果去到13的指数的话 一定是里面有瘤 或者是有癌症的 所以挡住他的避尿线 就挡住了他 去厕所那里 那我们就开始 我就很紧张 那我们就很紧张 他必须要去切片 来检查 他要去切片来检查 那有一天 曾牧师问我说 你爸爸妈妈怎么样在台湾 那有一天 曾牧师问起 我爸爸妈妈怎么样 我就把这些事 分享给他听 我就告诉他这件事 那我们当时就是很紧张 因为我没有办法回去台湾 因为我当时很紧张 我爸爸还在台湾那里 那就是因为疫情的缘故 在医院只能有一个人家属陪着茶 那因为疫情缘故 他只要一个人在医院那里做检查 那我爸爸妈妈都是在医院差数 将近79 今年79岁了 那我爸爸其实同妈妈都是79岁了 所以那我就是说 如果有癌症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 那我就在想 如果真的有癌症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牧师就说 好 我说你能帮我们祷告 那我就说 我们一起来祈祷 那他就星期三 在祷告会帮我们祷告 那星期三祷告的时候 祈祷会的时候 我们都要为他们祈祷 就是在你们当中 有很多人为我爸爸祷告 我们当中有很多 等于姊妹都为他们祈祷 那我星期二 带领星期二的祷告队 回去我们祷告 星期二晚上的祷告 我也都在那里为他们祈祷 星期六祷告会也祷告 星期六祷祷上的祷告 我们也都为他们祈祷 那我爸爸妈妈的亲戚姐妹 我妈妈就是传播着 大家都为他祷告 那我爸爸妈妈都知道 我们全部人都在为他祈祷 那我们就是在 他就是要在差不多三个星期之前 要去切片检查 那就三个星期之前 他去医院那里做切片的检查 他本来要住院两天 他原本要住院两天 所以当那天进去的时候 医生问他的一句话 那他入医院的时候 医生问了一句话 他说你有没有在吃那个 把你的血给弄细的那种药 有没有吃那个薄血丸 他说有 他说有 那那天就不能开刀 那如果他吃了薄血丸 他就不能开刀了 他又回去了 他又回家 感谢主 这是主的保守 那就是主一是主的保守 因为他医生没有问这句话 他就会开刀 开刀就流血不止 因为如果医生没有问他这句话 他就会跟他开刀 那就可能会流血不止 那这是神的带领 那至于你们祷告的缘故 他这个医生会问了这一句话 那我们再等了两个星期 再等多两个星期之后 然后再去开 再入医院那里 那这一次 我们就开始 大家都为他祷告 那大家都继续来为他祷告 我跟大家讲 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 什么他什么时候 进去 大家都那个时候 为他祷告 我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大家都为他祷告 那真是感谢神 这次他带领他一个医生 是他的学院 是最高的地步的医生 那他对这个地方很有了解 他这个地方很有了解的 他一共切了十 爸爸当中切了十二块 那他和爸爸切了十二块 四瓶 装了四瓶 哦 装了四瓶 他就差不多有十五分钟 就出来了 做了十五分钟左右 就做完了 这是从来没有见过 妈妈都很紧张 妈妈都很紧张 从来没有见过 但是十五分钟 他能够全部把这些切好 爸爸就出来了 十五分钟就完成 整个手术就出来了 那我就怕他麻醉以后 一定会很痛 切了十二块一定会很痛 我打算切了这么多块之后 做完麻醉应该会很痛 而且那个医生跟他说 一定会流血块 也都医生会说 他会流血块出来 但是他麻醉以后 居然没有痛 但是麻醉之后 一点都没有痛 回到家 也没有流很多血 也都回家之后 没有流很多血 然后在一个星期后 回诊 然后一个星期之后 回去看 医生说 他完全好了 医生说 他完全好翻了 而且没有癌症 完全没有癌症 那这是神的奇迹 是这个神的神迹来的 怎么可能在13 PAC到13 居然没有癌症 也没有tumor 为什么在13度这么高的底下 都没有癌症 或者没有肿瘤 所以他也不需要动手术 也都不需要做手术 那医生说 这是你非常正常 医生说你非常正常 你只要吃一点药 他就把维护线 给他缩小 那就只需要食药 用这个线来缩 我相信这是因为 大家祷告的缘故 我知道因为 是大家一起 祷告的缘故 我们也没有怕臭 就是让大家知道 这是因为我们最后 要把神迹奇事 荣耀归给神 我也都没有怕臭 告诉大家 将这个荣耀 重赞归回给我们的神 所以我想鼓励大家 在座当中 不管是什么事 大或小 我们一起祷告 大家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鼓励大家 无论大事小事 我们一起祷告 在当中是大有功效的 那我带领爸爸妈妈 因为我跟他们讲说 大家都 中文团集 一直为他祷告 那我都带领了爸爸妈妈 因为大家中文团 都为他祷告 他们也很感激你们 也很想念你们 希望他能够 在不久的将来 来跟你们再聚集 他就很感激大家 也都很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 可以和大家一起 感谢主耶稣 多谢耶稣 What just happened 前几天他叫我帮他翻译 所以我已经打开 打定冷静了 好 想不到做得到 OK 感谢主 今天想和大家来讲 关于危险的讨告 特别是代讨的秘诀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违行的祷告 跟代讨的秘诀 特别是我想 关于代讨 就是在人家面前 为人代讨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 我们就是在人家 为人家代讨的时候 需要是怎么知道 我们先作个祷告 我们先作个祷告 耶稣 我今天 按照你话语上面的时候 求你当中 来到荣耀你自己的名 帮助我们来到学习 我们怎么去代讨 帮助我们来学习 我们也特别为了 Kat的父母向你感恩 我们先为Kat的父母 为你感恩 特别是我们体现当中 有一个神迹在里面 我们知道 这就是在当中 有一个神迹在里面 求你你接受 大大赐福 刘先生和太太 让我们在台湾 那里有平安 让你的圣灵 今天在我们当中 你自由的温行 让你的圣灵在当中 有运行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 祈求 Amen Amen 希望当我们讲到不同点的时候 你可以写下 可以对大家做一个提醒 我等一下讲到不同点的时候 请大家给他写下 给大家做个提醒 首先我们来看看 圣经怎么跟我们讲 为什么我们要祷告 或者我们要代讨 我们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代讨呢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我需要快一点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必须要快一点 好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十一至十五节 这样讲 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一到十五节 告诉我们 这里说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即或不信 也当因我所做的事 信我 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 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叫父恩而止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 求什么 我必成就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 我的命令 第一支妹 我们为什么 来到他需要 来到他代讨 或者祷告呢 第一支妹 为什么要做 一些带导的事 首先一件 我们要明白的 就是耶稣 亲自叫我们 每一个来到 向他祷告 因为耶稣亲自告诉我们 要我们为他祷告 圣经里面 没有讲到 是做牧师 或者做执事的人 才可以来领土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做牧师 做领导人 才为你祷告 圣经们说 凡是向神 求告的 我们就必定 可以得着成就 圣经告诉我们 凡向他祷告的人 他必必成就 所以今天 你的祷告 和我的祷告 是一样 都是有功效的 所以你的祷告 跟我的祷告 都大有功效的 今天大家知不知道 耶稣没有说 你会信了十年 你才可以 练成什么祷告 因为耶稣没有告诉我们 你必须要练十年 才有得到 祷告的恩典 没有这个事情 是我们每一个 一信耶稣那一刻的时候 我们向他祷告 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 因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 神必须听我们的祷告 所以提醒你身边的人 神是会听你祷告的 所以提醒隔壁的人 神是听祷告的神 Amen 但我们要明白一样东西 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可以跟神说 神啊我现在求你 将那些钱 在天上跌下来 但是我们不能说 神啊求你现在 把钱从天上掉下来 为什么不行呢 其实神可以这样做呢 神可以这样做 当然可以 但是他不会这样做 大家不愿意这样做 因为这里最后那句 我专门加下去第十五节 你们约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因为他最后想说 如果你爱我 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们的祷告是必须 要跟着神的心意去祷告的 我们的祷告是跟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 我们不是求神什么 我们心想什么就给我们 我们不是来求什么 来欣赏什么 来去求神 而是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 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 而是我们要跟着神的心意祷告 神才听我们祷告 马太福音也提醒我们 马太福音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跟他来祷告 神也都等待我们去祷告 而神也等待着我们 就跟他祷告 保罗也都在提摩太前书这样讲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告诉你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狠求 祷告 代求 祝者 为君王为一切在位的 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 端正 平安 无事地道日 看见圣经怎么教导我们 弟兄姐妹 看到圣经怎么教导我们 神也说我们需要来为万人祈求 我们必须要为万人祈求 所以今天你和我有非常重要的责任 所以今天你和我有非常重要的责任 就是不单止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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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单止我们要跟神有这个 关系 神也都要通过你 通过我 来到 将这个关系 带到这个世界上 神要通过你和我 把这个关系 带到这个世界上 你和我的 祷告 是非常 有用的 你跟我的祷告 是非常有效的 如果神要你祷告 你不祷告的话 你就拦阻了 神的心意 在地上 如果神要你祷告 你并不祷告的话 你就阻拦了神的旨意 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来鼓励我们每一个 所以我来鼓励每一位 当你有需要 当你来到需要的时候 你就起来 你都为人祷告 如果当人家有需要的时候 你就起来为他们祷告 有一个时候 在人的面前 要跟他祷告 我们代祷有些 就是我们是家里面 为人祷告的 有的时候 我们在屋子里面 为他祷告 我们有没有人 在屋子里面 为别人祷告的 有没有在屋子里 为人祷告的 感谢主我们有很多个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都需要有时 在人家面前 来到去为人祷告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 在人家面前 为他们祷告 我去到大陆 去到不同地方 来宣教的时候 就是这样 我在大陆 到不同地方去 宣教的时候 毫无预备 底下 牧师 你是牧师 你现在立刻 为我这个人祷告 行吗 毫无预备的时候 大家都问我 你说你是牧师 你问某某人祷告呢 我们要随时预备 因为你可能就是 神要在那一刻 要使用的人 你要随时预备 因为你是那时候 神要合用的人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 分享 有八样东西 是我们怎样来 为人 怎样来代讨 我们希望有八样事项 要告诉你们 在祷告 这些不是什么规律 这不是个规律 这些是在 多次祷告里面 来学习回来的结果 这是多次祷告的时候 学来的结果 甚至乎有些 在圣经里面 我都找不到经文 其实在圣经里面 都找不到这个经文 不过是一个提醒来的 这是在提醒我们 我不是要考大家 到时要背了八样东西 然后有一天 要你背了出来 我不是要考大家 来背八样东西 然后有一天 我来考你们 而是盼望 我们每一个 都在当中 你要吸收了它 我们可以随时 都应用得到 希望在座当中 我们能够来吸收到 这些知识 然后有一天 为其他人祷告 今天怎样代祷呢 我们怎么样 帮人家祷告呢 第一件事很简单 第一件事就是 既然我刚才跟大家说 我们要在人面前 为他祷告 第一件事代祷 很重要的就是 你必须要 张开口 你必须要 张开口 为人家祷告 Open your mouth 打开你的口 说话 打开你的口 来讲话 我们在人面前 代祷的时候 我们必须 第一件事要学习的 就是要 开声来祷告 我们在人面前祷告的时候 必须要开声祷告 我想问我们当中 有多少个 害羞在人面前 开声祈祷 谁在当中 怕在人家面前祷告 谁呢 大家看到我都举着手 我都很害怕 我都很怕 只不过有时 要确定冲 但是不是 有厚的脸皮 要去冲 所以你如果害怕的话 你跟我同一条船 不要紧了 如果你害怕 你跟我同一条船 没有关系 有时你讲讲一下 你害怕的话 你做一做一下 就没有那么害怕 越来越不害怕 你有时候讲话会怕 但是你做了以后 就不会怕 大家知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会害怕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害怕的原因 因为我们害怕着 人家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是怕人家 听我们的祷告 是不是 我们最怕人家 听着我们的祷告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怎么说什么 我们是怕人家 听我们的祷告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祷告 我必须要改正一样 我们代祷的时候 我们向哪个祷告 我们代祷的时候 是跟谁祷告 向谁祷告 是跟谁祷告 向人祷告 是跟人祷告吗 是向神祷告 还是跟神祷告 我们向神祷告 我们跟神祷告 所以我们的对象 不是我们身边那班的人 所以我们对象 不是跟我们身边的人 即使我现在看台上 我跟大家来祷告的时候 就是在我当中 帮人家祷告的时候 虽然我向着你们 虽然我是向神祷告 但是我是向神祷告 我是向上祷告 所以你要明白一样东西 当你代祷的时候 你的对象是神 不是人 所以我们要打开口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担心 其他人 怎样听我们的祷告 最重要是神 最重要是我们 对着神祷告 Amen 第一样东西 第一样祷告 第一样祷告 就是帮人家祷告 就是开口祷告 跟你身边人说 你要开你的口 跟身边人讲 要开你的口 收心万万人 人家怎么知道 你奇什么呢 你把收藏钱 你怎么帮人家祷告呢 所以我们第一样东西 很简单 要打开你的口 第一样就是很简单 我给一下时间 给你们写下来 我们今天祷告 我们不是向着佛祖祈祷 我们今天祷告 不是跟佛祖祈祷 我们不是向着自己的力量祈祷 也不是向着自己的力量祈祷 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祷告 不是在凭着自己的力量祈祷 圣经教导我们要奉耶稣的名 圣经教导我们要奉耶稣的名 圣经教导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祈祷 圣经教导我们 你们用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就必成就 所以我们要明白 我们今天是奉耶稣的名祈祷 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祈祷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义呢 当我奉耶稣的名祈祷的时候 当我奉耶稣的名祈祷的时候 我是来代表耶稣在地上祈祷 我是来代表耶稣在地上为人家祈祷 我奉祂的名 就是说我今天靠着这个名 来作这个祷告 当我奉耶稣的名祈祷 我靠着祂的名祈祷为大家祈祷 我想问你有没有医治 我想问你有没有医治的能力 你有没有呢 谁有医治能力的 谁有医治能力呢 是谁有医治的能力 我们自己是没有 我们自己没有医治能力 但是耶稣有 耶稣有医治能力 所以我们要明白 我们奉耶稣的名祈祷的时候 就是我们靠着祂的力量 来为这件事作个祷告 所以当我们来为人家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祂的力量 为人家祷告 我们只是好像一个饮馆 将神的福气带到那个地方 我们只是一个吸管 将神的能力带到那个地方 Amen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很多时候我看到有些人 他们不敢说耶稣的名 很多人有没有看到 这些人有可能怕讲耶稣的名字 我奉我楼上的祈祷 我奉楼上的那个祈祷 我奉那个什么神祈祷 我奉那个神祈祷 圣经说我们要奉耶稣的名 耶稣说我们要奉耶稣的名 所以我们要大胆奉耶稣的名祈祷 我们要大胆奉耶稣的名祈祷 第三样 让我提醒大家 我们要凭信心祈祷 要凭信心祈祷 要凭信心祈祷 什么叫凭信心祈祷 什么叫凭信心祈祷 信心不是我做了多少事 我曾经做过多少事 所以我得的 我不是说我曾经做了多少事 我做事就是能得到的 人的信心就是 我经历了很多事 我现在学习了 所以我知道我之后是得的 人的信心就是 我以前做了某某事情 我得到这个信心以后 才做其他的事情 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信心是因为 我们有个神是听祷告的 我们的信心是因为有神听祷告的神 Amen 同你身边人说 神在听你的祈祷 跟其他人讲说 神听你的祷告 我们的信心是着重于 因为我们有个神 是听我们祷告的神 我们的信心是因为 有个神听我们祷告的神 圣经说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相信有神 并且相信他赏赐 那尋求他的人 等于我们的信 就是将我们来到 将恩典带到这个地方的 一个渠道 我们有信心 把福音带到这个渠道 我们必须要有信 圣经病讲到 在《诗团传》第三章 有个瘸腿的人 坐在圣殿门口的时候 当约翰和彼得经过 但约翰和彼得经过的时候 这个习惯要求彼得和约翰 给钱给他 这个习惯要约翰和彼得 给钱给他 但大家记不记得 彼得怎么回答他 彼得怎么回答他 彼得说你看着我 彼得说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今天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 你要钱 金子 银子 我都没有 金钱 金银我都没有 但我有一个东西可以给你 就是我的耶稣 我现在奉耶稣的名 要你起来 于是那个人就起来 就行走 大家看到他对耶稣的信心有多大 我们都要对耶稣有一个信心 祂是听祷告的神 祂是帮助我们的神 是我们祷告的源头 Amen 跟你身边人说 你要对神有信心 Amen 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 不要让我们靠着自己 在靠着耶稣 我们要靠着耶稣 Amen 圣经里面也都讲到 你有些地方 圣经告诉我们一些地方 那些人没有信心 那些人没有信心 就拦阻了神的工作 就阻拦神的工作 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都要提醒 被祷告的人 所以我们帮人家祷告的时候 要提醒被祷告的人 你愿不愿意信耶稣 你愿不相信耶稣 你愿意相信耶稣会帮助你呢 你鼓励他来相信耶稣 你来鼓励他相信耶稣 这个是帮助到神的医治 神的供应当中的 这是帮助神的医治 在张独座当中的 第四样 第四样 好快啊 今天讲得很快 平时我讲三点就完了 今天第四点了 平时我讲三点就完了 今天讲到第四点 第四样 我们要用圣经的话来祈祷 第四样 我们要用圣经的话来祷告 有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开声 有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开声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讲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讲 大家知不知道圣经的话语 就是我们祷告的力量的源头 大家知道圣经的话 就是祷告的源头 所以我们要读多一些圣经 所以我们必须要多读圣经 是不是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那些话语可以帮助我们 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出来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祷告的时候 会把这些话语带出来 以畅亚书神这样讲 以赛亚书神这样讲 以赛亚书神告诉我们 这里说我口所出的话 也必如此 决不徒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起于的 在我发他出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行通 大家看到没有 当我们宣告神的话语 当我们宣告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是不会翻转头去徒然的 神的话语不会返回来 讨人的 是必定会成就的 所以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 我鼓励你 你要用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 所以要来鼓励 用圣经的话来祷告 圣经的话 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医治者 圣经的话 他的边相 使我们得罪医治 圣经的话 神的边相当我们的医治 圣经的话 我们可以烦恼负担的 我们可以将这些交给神 圣经告诉我们 当苦丹的 我们把这些苦丹交给神 圣经提醒我们 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圣经提醒我们 他不会离开我们 这些经文 是对祷告是很有帮助的 这些是对祷告非常有功效的 我当然不是叫大家 只是记住四句金句 以后就整个人用了四句 我不是要大家来记这四个金句 然后每次都用这个金句 而在我们祷告 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如果有些话语 是特别帮到你的 你记下它 那你在祷告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出来 但是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 这些话语对你有益处的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 就可以用出来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不单止读圣经是为自己的 有时都要为别人的 所以我们当时读圣经的时候 是不单止为自己 也是为其他人的 所以我鼓励我们 我们每个都来看圣经 所以我鼓励大家都读圣经 好 第五样 我们的祷告必须要具体和明确的 我们的祷告要具体和明确的 我们的祷告是要具体和明确的 我们要祷告一下具体和明确 这个我就没有经文可以找到出来 特别讲具体的徒告 这个我们就没有找到经文 来特别讲到这一点 但我想问我们当中 我想在座问一下当中 如果有一天有人要问你 我要你帮我 我要你帮我 那你会问什么 你要问他什么 你有什么可以帮到 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 我不知道你帮我 我不知道你帮我 我不知道要什么你帮我 那死了 我怎么帮你呢 你自己都不知道要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求神 神啊 你帮他 神啊 神啊 我求你做点事 神啊 神啊 求你帮我做一件事 那你想神怎么呢 神想怎么帮你做 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祷告是需要具体的 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具体的 比如我们有时候为人的身体不舒服祈祷 比如说有些人的身体不舒服 当然了 有时候可能我们没有那些资料 我们没有办法 可能我们没有一些资料 我们没有办法 但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尽量问一下那个人 究竟哪里不舒服呢 是哪一部分不舒服呢 尽量的话 如果人家身体不舒服 你尽量问他 你有什么地方 某某地方身体不舒服的 我们不是医生 我们不是医生 我们不需要听了之后 跟他说 那回去吃 回去喝冬瓜茶吧 我们不会说 你听了以后 你回去喝点冬瓜茶 那些是missu的 不关我的事 这是missu的 不是关我的事 我们只是听了 我们就有一个具体的 大概的意思 懂得来帮我们祈祷 我们知道 听了他某某地方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再来确定 帮他什么祈祷 特别有很多牧师 就喜欢说 譬如你手痛 你就将手 你就按你的手 在那个痛的地方 譬如说人家有手痛 你就把手 你的手按在他的手地方 我们就知道 如果有具体 我们就知道 怎么帮人祈祷了 所以有具体的话 我们就知道 该怎么为他祷告 说实话 我们当中的男性 我们当中的弟兄 有些弟兄 在我们当中 做一个简单的提醒 是鹿屎里面没有的 做个简单的提醒 当你为姐妹祈祷的时候 不要乱摆 当你为姐妹祈祷的时候 你不要把你手 乱放在身上 这很现实的 你说哎呀 我的姐妹心很痛 那么你怎么办呢 不要把手 你别把手 放在她心上 OK 神知道的了 神知道 你可以怎么做呢 放肩膀就行了 你可以把手 放在她的肩膀上 不要放在身后 不要把你的手 放在她心口上 你等一下 骑骑到 有人打你发明一下 祈祷 他可以拍一个巴掌 给你 你就失去他的功效了 OK 好 第六样东西 第六样 我们需要做一个 叫做代入的祷告 我们要是代入的祷告 这个对我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这对我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究竟什么叫代入的祈祷呢 什么叫代入的祷告呢 很多时候我们 听到很多的消息 我们为不同的事来祈祷 我们有时候听到很多消息 为不同的东西祷告 譬如这样 譬如 大家都知道 现在印度的疫症很严重 大家知道 印度那边的异性很 我们的确需要 为他这个地方祈祷 所以我们必须要 很多人到那边去祷告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 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力量 好像说 但是我们就觉得 祷告是没有力量 因为那件事 因为那个是离我很远 没有关系的 我们是做了 祷告的意思 但是好像 感受不到 有什么功效 我们好像 做到这个倒干 但是没有办法 感受到这个功效 原因因为 原来祈祷 其中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需要 代入 那个情况 我们必须要 代入那个情况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今天很不开心 我可以很简单 为他不开心祈祷 我可以很简单 为他不开心祷告 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有时 我问多他几句 知道他什么事 不开心 有时候 我会问他多一点 知道为什么 他不开心的事情 当我知道的时候 我就好像 自己感受这件事一样 当我知道 他的为什么 不开心的事 我自己就感受 他的不开心 当我懂得 这样去感受的时候 我的祷告 就更加是 从心里面 发出来的 当我知道 他感受的时候 我祷告 就从心发出来的 所以罗马书 第十二章 这样教我们 这里说 与喜乐的人 同喜乐 与哀哭的人 同爱 同哀哭 意思就是一样的 如果比如 Kat 很不开心的话 如果今天看 不开心的话 我需要明白 了解 他不开心的是什么 我需要了解 他不开心的地方 是哪里 祷告就变成 对自己有关系的 祷告就对自己有关系了 祷告出来的说话 是更加有功效 当我祷告出来的话 就大有功效 所以我们不要 看表面 哎呀 脚痛 就站得起脚 所以不要看表面 脚痛就为那个脚祷告 但是我们需要 有时候我们需要 不是真的 为那件事祈祷 在背后 可能有些事 我们是要为祈祷的 所以我们不要 单做看到的事 祷告 有些背后一些情况 也为那个情况 来祷告 比如你为那人 不舒服祈祷的时候 当然你帮一个人 他不舒服祷告的时候 你都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人 心灵里面 可能有很多重担 你可以想象到 他那个人的心灵 有很多重担 那么你就不要 为他不舒服的地方祈祷 你就是不要 为他不舒服的地方祈祷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有些什么 是会影响 因为不舒服 影响到你的呢 你想想他 他有这个通的地方 有其他地方 会影响到 他其他地方不舒服 那么你就也都 为那些地方祈祷 你可以就为 那些地方来祈祷 那么那个祷告就深入 不是真的 只是表面上 为一件事祈祷 我们这样祷告 能够深入一点 曾经有个牧师 这样讲过 曾经有个牧师 这样讲过 他说你可以用优点 去令人 对你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心灵的破碎 破碎的心灵 但破碎的心灵 才能够 能够令你 和别人 捉起深入的关系 我再读多次 这里说你可以用优点 你可以出来 很聪明的 很多东西 来令人对你有 一个深刻的印象 但是当你有 一个破碎的心灵的时候 你才可以 和别人 真的捉起 一个亲密的关系 大家明白吗 大家明白这一点吗 当我们破碎 和破碎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你有一个连接 当我们有破碎 跟破碎 连合在一起 我们就跟别人 关系 七样东西 需要跟大家提醒 第七项 就是在提醒大家 我们必须要 依靠圣灵去祈祷 我们必须要 依靠圣灵去祷告 跟你身边人讲 我们最需要的是圣灵 跟你身边人讲说 你最需要的是圣灵 跟你身边人讲 我们最需要的是圣灵 跟你身边人讲说 我们最需要的是圣灵 我们最需要的 我们最需要的 不是自己是圣灵 大家知不知道圣灵 在当中 引导我们去祈祷了吗 以法所书这样说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祷告的时候 要靠着圣灵 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祷告的时候 要靠着圣灵 大家知不知道 有些人 可能有些事发生了 你为那件事祈祷 有的时候 我们为祷告 有些事情发生 为那件事祷告 但是背后 其实有些事 更加隐藏是不知道的 但是背后 有些隐藏的 你大家都不知道的 比如有个人不开心 比如说有个人不开心 他说 近来有人令我好不开心 就是那个人就说 有些人令他很不开心 你可以很容易 就为那件事祈祷 就是你很容易 就为那件事来祷告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可能背后 你为那个人祈祷的时候 那个人 其实心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不肯 不肯原谅人的心 但是你为那个人祷告 那个人其实是有一个 不愿意赦免人的心 当个人不愿意赦免人的时候 不愿意赦免人的时候 他自然是很多人不开心 当那个人 没有这个 有赦免的心 不愿意原谅人其他人的时候 他那个人自然就觉得 很不开心 原来很多时候 有时候你为人祈祷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为人祷告的时候 神会将一些 那个是没有说出来的事 放在你的心里面 让你可以来为个人 更加准确来祈祷 就是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 圣灵会提醒那些 是在隐藏的事情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隐藏 是为神祷告 为他祷告 在我自己生命里面 都遇了很多次 在我生命里面 我都遇到很多次 就是这个样 当一个人说 我身体不舒服 头痛等等的时候 当一个人他说 我心体不舒服 头痛 当我祈祷的时候 发现 不是哦 背后好像有些东西 是不妥 令到他有头痛发生 当我当他为他祷告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好像有些事是不妥的 有其他地方来影响他的头痛 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个感觉 有时候是一个感觉 有时候可能只是 可能是一些图片 或者一些字眼 突然间彈出来 有的时候是一点字眼 跟一个图片 自然就会跑出来 在那时候你可以 很简单问他 我好像听见神话 你可能有些事 没原谅人 是不是呢 那你有时候 你可以问他说 我好像听到神话 你是不是有些地方 没有办法原谅人呢 你试试问的时候 有时有更加多的东西 可以走了出来 那你就更加有效地 为那个人祈祷 当你问他的时候 他有更多的事情 他会讲出来 你就能够来仔细地 为他这些地方祷告 当你为那个人 能够原谅人之后 那个头痛 就自己离开了 当他能够有赦免 这个心的时候 原谅人家 自然那个头痛 就会消失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 圣灵去祈祷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 在圣灵来祈祷 我都不知道 怎么听神的声音 有的时候私下 都不知道 大家怎么听神的声音 有时呢 你为人祈祷 你觉得神 好像跟你讲一样东西 你是问人家祈祷的时候 你觉得神是跟你这样讲 你问多口问一下人 如果是 那就好 不是 都没有问题的 是吗 你可以问问那个人 如果是对的 对的好 但是如果是不对的 也没有问题 比如说 Kat说 头痛的 所以我头痛的话 我听见 好像他欠了人钱 好像是 他欠人家钱 Kat 你是不是欠人钱 所以你头痛 Kat 你是不是欠人家钱 所以你头痛 如果我讲都中的 你就知道 有什么可以祈祷 所以你讲到中的 你就知道 该怎么问他祷告 说不中的 我都是问一下个问题 你讲不中 你就是爱你知识之旅 是不是问这个问题 我又没有说他真的欠人钱 我问一下 我只是问一下而已 我们就学习 听神的声音 我们现在来学习听神的声音 很简单 有时神 把一个心意给你 你试试问一下个人 那就行了 有时你问得多 试得多的时候 你就越发现 原来那个 就是神的声音 你如果来试验这个事 问得多的时候 你就慢慢觉得 这是神的声音 好 我一定要 一定完了 第八样东西 我们一定要知道 第八样东西 必须要知道的 我们今天祷告 必须要带着权柄 我们必须带着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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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圣经说 信神的人 必须会有神迹 随着他们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 信神 必须有神迹 随着他们的 今天我们对一些 疾病 对一些不好的情况 来祈祷 我们对一些 不好的地方 疾病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今天不是 求那些病要走 我们不是 求这些病要走 我们不是 拜托你离开那个人 当耶稣来平静风浪的时候 当耶稣来平静风浪的时候 耶稣没有说 哎呀 风浪 拜托你停一停 他没有说 风浪 你停一停 麻烦你不要吹 那么紧要 麻烦你不要吹得 那么要紧 耶稣有没有 这样祈祷 耶稣有没有 这样祷告呢 耶稣怎么讲呢 耶稣说 风 停吧 耶稣说 风 停吧 住了吧 住了吧 静了吧 静了吧 他是 指示那些风 要立即停下来 他来指示这个风 来停静 他不是要求那些风停下 他不是来要求 这个风来停静 他不是说 哎呀 最好你停吧 否则我好没面子 他不要说 风对不起你 你一定要停 要么我很没有面子 耶稣是命令那些风 来停止 耶稣是命令这些风 来停止 等于当我们 为疾病 为不同的人 祈祷的时候 弟兄姐 我们当为这些疾病 来为人家祷告的时候 我们带着耶稣的权柄 带着圣灵的能力 带着圣灵的能力 我们来为那个人祷告 我们不需要 恰求那些人 那些疾病要离开 我们不要来 来求那些疾病来离开 我们是命令那些疾病要离开 我们来命令那些疾病离开 Amen 在这个章子那里 最后我就 放了两个 例子在当中 我最后在后面 放了两个例子在当中 千万不要背了 以后再用 因为这个祷告 大概给大家有个意义 就是看看怎么做 因为最后就是 大家给的意义 怎么样再做 就像我写一个情书 给我的太太 就像我写一个情书 给我太太 是我对她的心意 是我对她的心意 你拿出来读 给你太太听 用而已 你如果拿出来 读给你太太用 没有用 都不是你的心意 这不是你的心意 是我对她的说话 是我对她讲的话 但是这个是大概 如何来祷告的 所以最后那些大致 该怎么样导致 或者我读第一个 好吗 我们看一看很快 我们就必须要完 这里说 主耶稣 我们现在同心的畏着 某某人的头痛 来祈祷 你的话语 说你是全能的医治者 想我们全心的相信你 求你现在释放你恩典 在那个人的身上 我们现在奉耶稣的命 来到他命令 这个头痛的源头 立即离开 头痛因为耶稣的命 你不能够留在这里 我们宣告神的恩典 现在临到那个人的身上 我们欢迎耶稣的大量 你们显然出来 愿你在这件事上面 这个疾病里面得着荣耀 奉耶稣的命祈祷 大概是这样 大师是这样子 当然了 当然 你如果问第二个人 他可能写的东西 有点不同的 你问其他人 他可能写其他都不同的东西 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千万不要死背书 我盼望我们大家 对祷告 对代祷 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我希望大家 对代祷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因为弟兄姊妹 神很需要你 神很需要你 人需要你 可以通过你 来到他 将神的恩典 带到人的身上 通过你来把神的恩典 带到他身上 我们一起低头作 个结束祷告 我们最后来做个低头祷告 耶稣我们求你的福气 淋到我们中间 耶稣求你的福气 淋到我们当中 你打开我们的眼 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属灵的心 打开我们属灵的心 给我们听见 今天我们每一个 都是在你的里面 今天我们在每个人 在你里面 要被你大大的使用 要被你大大的使用 耶稣 耶稣 我求你洗我们的口 求你使用我们的口 洗我们的心 使用我们的心 求你在道当中 释放你的恩典 让我们祷告的对象 能够因为我们 而得着你的福气 让我们祷告的对象 因为你的人物 来得到福气 我们愿你的荣耀 在我们生命里面 彰显出来 让你的荣耀 在我们生命中 彰显出来 就在这个礼拜的里面 就要求你带领我们 来为别人祈祷 求你带领我们 帮助其他人祷告 我再次感谢你 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 我们的好处 就是全部都在你的里面 我们的好处 就是全部在你里面 愿你的恩典 临到众人的身上 愿我们一同离开 这个地方 让我们离开 一同这一方 我们的奉主耶稣 祈祷 Amen Amen